4号的那天我们看到就是有橙色的预警 天气已经很热的情况下 花车巡游还是正点的 然后我们赶到的是五间的花车巡游 鸟鼠和唐老鸭的这个知鸡师傅 应该已经有中暑的症状 在那里停了些许时间 唐老鸭的表演者应该是像中暑 然后有工作人员在询问他 通道上是没有烟凉的 大家都是在暴晒的情况 看到唐纳德的表演者 已经没有办法跟大家互动了 真的很心疼 所以我才拍下来那一小段的视频